Hello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我是King 今天想跟大家看一下一段影片 就是姜濤被訪問,在星島訪問他 其實我真的想讚一下姜濤 很懂得接受訪問有什麼應該說 我已經成熟了很多 也是想說一些記者問的問題 真的好差,老實說 我覺得有些少少少佔了私人的想問 所以我是極度不喜歡的 其實問得好像有點尖銳 但是在開始之前,我想說回我上一段影片 說Frankie那段影片 我真的有點失望 為什麼你們會覺得我會跟Frankie和姜濤比較呢? 其實如果你是真的一個我的觀眾 看得我長久的 你都知道我是一個什麼人 我是不會做一些選人不利的事情 所以我這裡真的很生氣 其實我拿姜濤來說是一句去比喻 不是比較 你們會不會分的? 如果你還是覺得我是 就是拉姜濤落水燃之後 去比較 令姜濤的形象受損呢? 麻煩你不要再看我的影片 我真的生氣的 因為你不適合作為我的觀眾 我老實說 你喜歡看就看,不看就不看 我現在是開始懷疑 根本上有幫人進來 是想留言 用留言,就是留言 去打擊我 或者打擊姜濤 所以 那些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粉 都不知道是薑糖 OK 那我現在說了 你不要再問我 或者再說 因為我不會 說薑濤壞壞的 不要傻了,好嗎? 我相信 你是看得我長久的 你都知道我是不會這樣做 所以我都不想再說這些事情 已經在浪費我的時間 好了,看看這邊 星島的報道 那我講之前 因為我真的要播一些 那 講一講 這個 記者 問的問題是幾反指 沒有手嗎? 沒有手 我想問 你們行梳的時候 有些粉絲在場的 那些是你的粉絲還是 都會有的粉絲? 其實你想問什麼呢? 問來做什麼呢? 這些問題 是等於廢話 是又怎樣 不是又怎樣 你想說 你根本就是想做他 是不是? 他回答 是我的粉絲 或者是阿Lo的粉絲 那 你又在做一個 叫做 想好像打擊他們 想對立 是不是? 我想想不到這個詞語 但是 你明白我的意思 是不是分化 是不是分化 我真的不太明白 但是幸好姜濤又懂得回答 那邊是很多人的粉絲 沒有留意看到 我和阿Lo 或者是哪一個藝人的粉絲 因為那邊有太多 太多不同的粉絲 我當然 但是你聽不懂 你會覺得 會影響到場地 會比較長嗎? 這是白癡的 這些白癡的問題 會不會影響到場地 會不會吵 在這些場合 一定會吵 白癡的問題 我沒有留意到 我很專心跟Fashion Fashion 這件事 所以說姜濤又懂得回答 真厲害 又懂得打完場 又沒有串 但是又可以 叫做 借些耳 我不知道是不是 可能他真的很專心 如果他很專心 真的聽不到很正常 對嗎? 我覺得他打得很好 不同的 裏面的設施 因為我真的第一次 我真的第一次 所以都很開心 對 你有沒有想過 自己可不可以走秀 看完秀 有興趣上走秀 嗯... 又沒有想到這件事 我想我還是唱好歌 這些就是 厲害 懂得回答 還有他知道自己想怎樣 大家要些什麼 他就是 知道自己是歌手 所以就一定是 搞定了唱歌 所以我昨天說一段影片 說Frankie也是一樣 他... 現在就說 Frankie是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 好像還不知道自己的定位 好像很油暈 就是 你昨天不提我 35歲 36歲 我都不知道他這麼老 原來 但是... 又不要說老 我自己也是三十多 但是我想說 年齡 不代表一個人 成熟度與否 喂... 我看過那些四十幾歲的 媽媽老 穿著背心在升降機上 媽媽還要跟他穿一件衣服 你明白嗎? 根本上是沒有關係的 你不要問我為何四十歲 因為我看過的樣子 才是四十歲 但是我想說 一個人成熟度與否 是看他的經歷 看看他有沒有擔大 喂...三十幾歲的人 可以有沒有擔大的 現在我們這些年紀 即是我們這些被工人姐姐 照大的人 其實真的 可以很白癡 什麼都不懂 我老實說 我不來加拿大 我還是一個白癡 什麼都不懂 就是要看你經歷過什麼 明白嗎? 不是看歲數的 你們不要經常說三十幾歲 就一定會很成熟 但是姜濤二十幾歲都這麼成熟 這個就真是例外了 我又忘記到他有什麼特別的經歷 我只知道他被欺凌 就是這樣 有些犯牌想邀請你 你要不要去 那等他們邀請了再選 現在我真的不知道 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 你有沒有聯絡隊友 聯絡隊友 對呀 我開始問Frankie 要回答他很小心 這些問題真的很白癡 你問他有沒有聯絡隊友 有什麼可能沒有聯絡隊友 你不如直接問他 問姜濤 Frankie那件事 你有沒有關心過他 有沒有了解過他發生什麼事 還要怎樣更好 就是你 你 有什麼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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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們不方便他 交給他們自己 對付他 你有沒有關心一下他 當然我們每個隊員都有關心 有什麼樣子 有交給他 不過我覺得我們現在 我真的想說髒話 有沒有關心過他 他難道回答你 沒有什麼白癡 這些問題 我覺得姜濤算是回答得得體 這次 他又不是說 我覺得他有少少 有少少是 怎麼說呢 就是為了大局著想而說 但當然他有真心 不是自己心裏面 或者是他關心隊友的感受 最好的就是給他們空間 去處理 你那個 不認識的 你有沒有帶過 給你們的影響 都沒有印象 沒有印象 但是擔不擔心 這次出了路 影響你們 Vera 隊友之間的表情 因為好像天使 你有沒有帶過AK 和AK 會否擔心 我覺得我們MIRROR 由這麼多年來的客人 都經歷過很多事情 所以我覺得我們都 相信我們都應該沒有什麼 可以影響到我們 那AK 是不是經常都很鳥女孩 神經病 神經病 就是 我想問 就是 算了 不想指名道姓 但是 你問這些問題 做什麼 你怎麼可以這樣問 這麼尖銳的問題 是不是做記者 現在一定要這樣 我覺得以前的記者 沒有這麼尖銳 就是 你問這些問題 你是不是想分化他們 整個MIRROR 是不是一定要做到這樣 你叫人怎樣回答你 是不是 這些我們真的 我們不知道那麼多 所以我們都 沒有辦法去評論別人 所以我們 不如今天去討論 麥當勞吧 你看姜濤 其實都忍到現在 他都說 討論麥當勞 今天是麥當勞的主場 你說回這些 真的無謂說 我知道 你當然想趁這個機會 想問多些 爆多些資料 但是 我覺得夠了 不需要那麼多 對 對 就是看你濕身就有 但是沒有談 對 有之間沒有談 那些女生之間的事 我們通常都專注 我們自己的音樂角色表演 對 大家一向排舞的時候 真的很專心 其實老實說 MIRROR 每一個人 其實都有自己的事要做 哪有空講這些 那麼高的事 說真的 你都是專注自己的事業更好 就算你說哪個成員都好 應該都是要自己的事業先的 是不是 太老了 很少聊天 你們私底下沒有多聯絡 私底下 大家都知道我每次有聯絡 怎麼會沒有聯絡 一定有聯絡 一定有聯絡 所以就關心到Panky 我們給他們空間 對 你在飛機有沒有跟阿Lo談這件事 沒有 我們睡覺睡得很香 不斷吃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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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經睡了回來 你有沒有吃了回來 嗯 我回去量度一下再 好了 聽到這裏 因為最主要是剛才那幾段的對話 是我最想說 之後都沒有特別 那 即 我首先覺得 記者們應該要受訓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受訓 應該要上課 起碼要懂得最基本的尊重 還有真的 問的問題不要太尖銳 我覺得他根本連稿都沒有寫 直接想到什麼就問 用詞不當 原潮於禮不合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可以做記者 老實說 那 我自己的觀點再說一次 我絕對沒有說 不是拉姜濤落水 OK 說到最後一次 真的 我是希望 MIRROR 每一個成員 都是有一個很 穩步向揚的發展 希望個個都應該以事業為重 是吧 即是你做歌手 除了一件事 你想成名 想賺錢之外 對社會有貢獻 拍拖怎麼會不想呢 尤其是年輕人 人之常情 但是要看時機 還有要懂得看人 很重要的 不是說你 隨便找一個女生 就OK的 雖然說是說感覺 但是 你現在不是普通一個男生 你是一個 你是一個什麼 歌手 還要是一個很有名的 MIRROR 男團的歌手 好嗎 希望你聽到 希望你收到 這段影片說到這裡 我是阿King 記得訂閱 下段影片見 拜拜 來吧 拜託